希望把禮拜六、禮拜天 設定為不同顏色 那大家以前做法啦 如果你不會用比較快一些方法 你可能就是變成慢慢一個 一年五十二抽 你可能就是再做五十二次浪費時間的動作 所以這裡的話大概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可以用 設定格式化條件 可以給一個規則 但是規則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有這麼多 你會發現上面這幾個 都沒辦法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什麼 使用公式 來決定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那公式指的就是說 以色列裡面的函數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如果我今天希望 設定格式化條件的話 一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禮拜六、禮拜天不同格式的話 控制度 第一個請你把你要格式的範圍告訴他 所以優标放A2 Ctrl-Share 向右 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取起來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這邊設定格式化 新增的規則 那規則請你選擇最下面這一個 可是問題我怎麼知道它是不是禮拜六 是不是禮拜天 當然公式裡面呢 剛剛有用過一個叫weekday有沒有 所以呢你可以等於 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公式的表達方式蠻特殊的 一定也可以等號 跟那個ecell裡面的函數用法差不多 只是說呢 它沒有辦法插入函數 你 必須 只能自己打 OK 第二個的話呢 你用 輸入那個weekday 好 瓜胡 那特別注意喔 你要告訴他說 你剛剛選取的範圍 你要判斷的第一個是從哪個開始 不是告訴他範圍是說 從哪一個儲存格 幫你開始判斷 所以理論上我們是怎麼樣 從這個開始 那他的跑的方向會先橫向一列 橫向第二列 直到全部你選取的範圍 通通幫你檢查完畢喔 所以他有點像是幫你跑個回圈 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 所以你告訴他第一個在哪裡 第一個在A2 所以你就告訴他 你從A2幫我檢查 當A2等於多少呢 那個禮拜六的話應該是等於多少 7嘛對不對 那你就設定一個格式 假如說呢 我的字型 給他一個什麼 深綠色 填滿給他一個淺綠色 也許這樣 反正就一個 長得像這樣好了 按個確定 不過確定之前請你把公司複製起來 因為等一下 禮拜天也要用一次 所以貼上按確定 你會把它 全部做完了 那不需要重選 再做一次新增規則 一樣 使用公司來決定 貼上就可以了 特別需要他一定是等號開始 很多同學都漏那個等號 這個敘述有點像 他上面是邏輯 下面是當這個上面邏輯發生的時候 才去做底下的格式設定 應該可以理解 反正這不用背 這個還蠻重要 以後蠻多地方 都可以用這一招 因為 上面這幾種很多是做不出來 下面的效果 OK 所以呢當他這個 如果A2 開始檢查 如果他裡面是 等於1的話 那就幫我設定一個格式 什麼格式呢 填 黃色 字變成 紅色 類似像這樣按確定 再按個確定 全部做完了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有沒有 之前本來要一個一個慢慢弄的 現在就不用了 這招還蠻重要的 其實除了這個地方 可以這樣做 很多地方 都可以這樣做 第一個 把它隔式 第二個的話 剛才就 後來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這個年曆不錯 只可惜 怎麼樣呢 他這個地方 缺少了一列 有沒有 下面可以讓我輸入一些東西 有沒有 記事嘛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 需要那個 變成你要自己手動 手動的話有31天 你要插入31列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能夠做到像後面demo給各位看 最好是按下一鍵 自動全部都幫你列 都完成了 後來好像有同學之前有問過問題 因為他好像做會計還做賬吧 他需要隨時要增加空白列 隨時要 刪除空白列 所以他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有空白列 隨時我想刪除就可以把它恢復回原來狀態 要恢復回原來狀態 要恢復回原來狀態 然後後來有插入空白列之後 同學又覺得說這個高度不夠 所以可不可以把高度弄高一點 OK 當然可以啦 你想得到都做得到 有沒有 把它變成50、60、70、100都可以啦 但是你會發現 這有個有趣的現象 按鈕好像會跟著變 所以以後我記得如果你不希望它變的話 請你按下滑鼠右鍵 這個有個什麼呢 控制向的格式 讓它怎麼樣 摘要資訊裡面 大小位置 不隨 OK 按確定 那因為你這邊也要了 所以我的習慣上 按右鍵 順便這邊按左鍵 反正這邊都做了 全部一次 把它的摘要直徑全部都不要 那這你會發現 它按下插入 有沒有 它就不會動了 而且感覺 你要怎麼變就怎麼變 以後你要這樣 那樣 通通都可以 所以一個試算表 隨著自己想要的樣子 輸出哪一種爆表 按下去就那個樣子 輸出按下去就那個樣子 但這重點是 如何 快速的可以插入 跟刪除裂 裂高也可以調整 其實程式真的並不複雜 程式只有三行 真的只有三行 但那三行要把它寫出來 OK 待會來看 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先把那個設定格式化做出來 一請各位先Ctrl Shift向右向下 來試一下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如何快速的 刪除空白裂 跟快速的 那個 先插入空白裂 再快速的刪除空白裂 不過主要是 插入空白裂 因為後面那個三屬空白裂是延伸的 我先進去看 還有 我先進去看 我先進去看